第十八主日 各位主内的兄弟姐妹 今天和大家分享 就是上年期第十八主日 我们在这个主日里面 我们会怎样看这个世间 我们说是否稀气 癫癫肺容易过世 不是 耶稣没有叫我们说是今早有酒今早醉 好好地告诉我们在这个世间上 真是有一份的醒觉 在圣经的比喻里面 耶稣会说这个妇人 她看见她已经有这么多的良享 于是她就说我要拆了她 再要建一个另外的一个仓林 再次可以再发大 再发大 但是耶稣说 这是一个愚蠢的一个妇人 因为她不懂得如何去储藏 要储藏的不是这个世间上 要储藏的什么的良享 什么的仓林 耶稣还说给所有门徒听 其实我们需要如何呢 我们什么要具备呢 不要带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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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份记 你那份的舍弃里面 你有得罪了什么 你得罪了那些什么的时间 会不会值得你感觉到 你会去舍弃呢 这个就好告诉我们 我们在这个世间 如果我们真的没有这份 这样的准备自己 不是准备是物质 物质里面当然说 不要储藏 不要什么 但是圣经里面 给我们的一份 一个启示是什么呢 不是储蓄 是天主的安排 上至的安排 这个才是更加重要 如果有上至的安排 里面 我们能够 前缘默化地准备自己 身心灵里面 有一份的内化 这份的精神 就是主耶稣告诉我们 有内收的一份精神 这份的毅力 一份的潜力 一份的努力 在我们这个世间 前缘默化地可以吸到 天主会给我们 这份灵气的说话 我们真正有这份神修 我们可以勇往直前 不需要会怕 今早有酒今早聚 不是这些地方 是吸引到我们的 而是最重要的 耶稣说 不要带什么 不要带什么 但是你去到 挨护抹饼的时间 告诉别人 内在里面的平安和喜乐 你会是 从内透出来 去告诉别人 这份就是真正的内收 不会是 记得是今早有酒今早聚 而是 我们拿耶稣的真正 祂的饼和酒 是好这样享用 继续我们天上的储蓄 储蓄在天 我们才能得到真正的财富 天主保佑 天主保佑